是爸爸 我感受到爸爸的鱗壓了 本集節目感謝電中PogoChill 賤人神隊友贊助播出 電中是一家台灣的知名CBG品牌 產品更獲得美國FDA認證 你有睡眠問題嗎 運動完總感覺恢復不過來嗎 工作需要提升一點專注度嗎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了解更多 精彩節目馬上播出 Let's get it Yeah 就關於就是說 有沒有考慮使用藥物啊之類的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如果你們想問我們就講 我們如果沒有 我們也不會特別去講 我們如果真的不能講的話 我們就會按鍵十秒 其實我們真的不會不行 這都還好 我們很寬的 想說會不會想要順便講一下 不要再問了很煩 不會 想要問這一次問 不會 不會這樣啦 是想要被問的啊 我們很喜歡被問的 因為如果沒人問才可怕 對啊 就是看起來很自然這樣子 哈哈 因為現在要 現在不是怕被問 就是要一個肯定 要有人問才行 你們大家要記得問 哈哈 多問一點 就問了 歡迎回來我們的劝師會社 我是Jason 我是Hank 那今天很榮幸呢 能夠邀請到 我們健身健美界的夢幻夫妻檔 大H小H 歡迎你們 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H 大家好我是小H 應該就不用再介紹了對不對 對沒錯 那我們今天呢 主要聊的 其實就不會是 到處都是肌肉了 對 我們今天就聊比較深度一點的話題喔 好 好那首先呢 我們想先聊聊就是關於大H 就是當初呢 是從健身工廠的教練開始了嗎 對不對 你說健美之路嗎 對對對對對 不算是 我是先比賽才去當教練 喔先比賽 對 才去當教練 對 我是 呃 有一次是因為健身工廠沒錯 因為他們當初有一個健美的 健美的 然後健美隊 然後我就 呃 因為一個很小的原因就是 希望可以得到 那免費的贊助會計 嗯 所以我想說去 真選看看 然後結果就 很有很有榮幸的 被選上了 然後其實在那之前 我對健美其實 會偶爾會看 但是並不是那麼熱愛 我只是覺得那個身體很棒很漂亮 但是我不是那種 以前就非常熱愛健美這件事情的人 因為我喜歡運動 但是我喜歡運動很多 然後健美只是其中一個 嗯 對那後來因為有這個機會 然後就 才開始比賽 然後是比了一年後 才 去那邊當教練 喔 那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去比賽啊 那個動機是什麼 動機就是 免費的會計 他就是客家精神 哈哈 有啦 其實還有別的啊 有嗎 你就是想說 練了很多年 想說去看看自己 有沒有機會 德哥什麼講 啊 就是有點想說 呃可以上台看看 嗯 對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覺得就試試看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自己準備 原則上是 嗯 對那個時候 呃雖然有健美隊 然後有一些前輩 但是因為自己的身體 呃別人不了解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給太多的建議 然後反而都是比較多是自己摸索這樣子 嗯 其實我蠻好奇一件事情 你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請過被賽教練嗎 都沒有 客家精神 對 太客家了吧 是因為他覺得說自己如果能處理得來就先自己試試看 結果都還算處理得OK 對 這中間有比比較不好的時候原本有想找 對對對 大概19年結束後原本有想找教練 因為覺得 狀態很爛 有點平靜的感覺 嗯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疫情嘛 就疫情然後生小孩 然後後來去年又 然後才開始回來比賽 嗯 然後發現好像還有一些東西可以 調整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我自己是這樣子 我們雖然 我雖然沒有請教練 可是我們在當教練前 還有在當教練中 我們有上了很多課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這件事情 呃不 不只是健美比賽 是就是訓練 長肌肉這件事情 所以有花了一些時間 有點像玩遊戲 就是在那邊研究 然後去 營養類也有 也是也有上一些課 然後考一些證照 嗯 所以我就想說 都已經 呃花了這個錢 就覺得很多東西 我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嗯 對因為我覺得 再多的理論 都還是要去實踐 然後去調整 跟回歸那個才是 最重要的 對呀 了解 我比較好奇的 反而是小H 嗯 就是我想要問 呃當初 當初你是因為被大H干爛之後 才開始接觸 就是 開始 健身嗎 對是 因為我們剛 在一起 那個時候 他就有一週練三天的習慣 嗯 你又覺得很煩嗎 不會不會 我覺得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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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覺得他 就是 一定要三天喔 呃 就絕對不能少 然後我就覺得 中間是他邀我啦 他說要不要一起練練看 嗯 然後我就覺得好啊 那他 他也很正能量啊 他就是會鼓勵我說 欸你其實 你做得很好啊 或是說你練起來一定很漂亮 什麼 我就有點目標 所以就 就很順的就開始練 然後 慢慢 新手會有一個那個甜蜜奇嘛 看到自己進步 就 持續下去了這樣 好我知道要怎麼教我女朋友了 哈哈哈 正能量 需要 需要 嗯 那 我記得小H之前也是有站上舞台過嘛 對不對 嗯 那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想要去挑戰看看 因為身邊有個瘋子啊 哈哈 就跟他一起瘋 嗯 就是一起站上同一個舞台這樣 呃 對第一次比賽是同一個舞台 嗯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 就是很簡單啊 就想說上去試試看 因為也 那時候算是練 一年多 嗯 一兩年 一兩年 就想說去玩玩看 然後 只是沒想到就是 布料那麼少 很緊張這樣 所以我第一場完全是 石頭人 在進行 嗯 對 但是還是很開心 就覺得自己上去過了 還是很佩服自己這樣子 會想要回歸嗎 不想 哈哈哈哈哈哈 完全不想 完全不想 不可以 那現在還是有就是 健身的習慣嗎 呃 就一週一兩次吧 一週一兩次 對 帶小孩辛苦 就是維持身體健康的訓練 就是想說 也是不能不練 因為要健康啊 嗯 對 我記得當初有一件事情很厲害 我記得小H剛生完小孩沒多久 然後就開始回 就回復了 嗯 就沒有那種孕婦的那種 就是偷懶 產後回復期對不對 對 比較短 呃 就是感覺好像要趕快去練 因為 因為生完小孩那個體態的 變化實在是太挫折了 因為肚子還有一大坨肉 所以會很 很有壓力 會想要趕快是不是 要去練一下這樣 比較特寫她的表情 哈哈哈哈哈哈 她什麼臉 沒有 不要害我 哈哈哈哈 所以 沒有 你們算是最早的一代健身網紅 比起 Tao Pita 蓋伊那種 純健身網紅 你們算是 賤命 就是從選手轉 選手轉 網紅 就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你們決定來做這件事情 嗯 因為我當初知道你們的時候 是在Ashley的訪談上 嗯 她的Youtube訪談上 然後在訪說 關於這張職業卡的去的難度有多難 這些事情才了解到你們 對 然後我也知道 大H好像 以前有穿過Tiger的衣服對不對 也是 哈哈哈哈 欸穿 穿 一陣子吧 一兩年吧 我也要講一下 我當初認識大H是 呃 那時候我在戒嚴 我很胖 我就把自己吃得很胖 因為會嘴饞嘛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好我來健身好了 就是我就是下定決心 就開始 一開始就開始吃健康餐 然後那時候 不知道怎麼下手 所以我就去Google 然後第一個名字就是你 然後我就看到 就是你那個時候是 用平底鍋煎那個雞柳 然後你把它叫做是什麼 尖角 尖角 然後我試做之後發現 哇那好好吃喔 對啊 那很好吃 還有一個很有名的貓砂優格 對對對 對對對 我會模仿 我會模仿 然後從那之後就是開始 我第一次買健身的衣服 也是從聽就贏 然後用你的折扣嘛 嗯謝謝謝謝 所以你有代言過邰哥嗎 不算代言吧 因為早期 合作啦 對對對 都沒有所謂的很正式的代言 或是什麼的 都是有點像是 因為我們 因為對我那時候來講 有廠商給我衣服穿 就很開心 然後我能做的就是幫他 多一點曝光吧 然後就這樣 也沒有合約 就是有點像朋友 因為他們也在啟蒙 然後我也剛開始 我也不會 就是那個時候的環境就是 比較簡單一點 對 因為大家都剛開始 那後來才 後來是什麼情況下 才變得比較不簡單 不簡單 哈哈哈哈 不簡單 後來喔 後來因為前面大概一兩年 其實那個時候我的成績也沒有到 就以比賽來講成績沒有到很好 那比較大的轉變應該真的還是拿了職業卡後 但是不是因為拿了職業卡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拿完職業卡 2018年拿完職業卡 其實我還是回去當教練做了半年 對沒有做其他事情 然後那個卡有點就是在肯定自己的感覺而已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Ashley有一個訪談 她就問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然後有稍微跟大家解釋 那其實這個時候真的是跟學生啊 然後跟同事啊 或是跟主管講 就是想要比賽或是想要拿職業卡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什麼人能夠理解 共感 對他們沒有共感 然後就是自己在自爽啦 其實講實在一點 其實一開始真的是自己 在執著一件事情 因為我也真的因為喜歡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一度想要放掉教練的這個工作 因為花的時間比較多 我想要專心比賽 但是我只要一專心比賽 可能就沒有收入了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狀況是這樣 然後一直到了比較大的轉變 應該是19年吧 19年 因為我拿卡是2018的年中 然後大概在健身房又再待了半年 然後是大概19年初 大概就是那個時候的18年底 小一局她就有覺得可以來拍影片 做頻道 對做頻道 其實是拿卡就有了啦 拿卡就有了 拿卡的時候我們就有建立一個備忘錄 就是覺得我們是不是要做點什麼 那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在收集情報 就是我們如果要做頻道的話 要做些什麼事情 嗯 然後有想拍的題材都記錄下來 那個時候就是都看一些蓋伊皮塔他們的影片 然後去想說什麼適合拍什麼不適合拍這樣子 所以算是有在籌備 只是那個時候不敢直接跨出去那一步 因為那個時候實在是太太 就是這張卡真的太沒有人認識了 所以你如果一直跟大家說我是職業選手 然後教大家東西 好像說服力也還不夠 我們那時候覺得好像還不夠格 是後來是年底接觸到一些國外的選手 我們才想說可以直接來試試看 就沒有後路的去嘗試 所以就毅然居然直接從建功離職這樣子 對對對 年底的時候 1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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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離開是19年初 月初 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小H 因為我本來就是那一種 有點就是選手 選手就是可以一直做一樣的事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健身工廠 在做教練的時候 我就一度覺得我一輩子就在這裡 然後我就每天上課每天工作 因為我老實說我也不喜歡鏡頭 我也不覺得 從小就不覺得我適合鏡頭 因為我現在講 大家每次我講這個 大家都傻眼 就是絕對不相信 因為我以前不會講話 就是我就是那種 老師把我抓到台上 或是開班會 要上台跟大家報告事情的時候 我是一句話都不會講的 老師叫我站起來 我只會臉很紅 然後耳朵很紅 然後我一句話都不講 講不出來 社交恐懼症 對對對 有一點有一點 我們都有一點 私底下的朋友不會 但是只要人群上我就 就沒有辦法講話 我們兩個好像是社交牛逼陣 哈哈哈哈 我是社交恐怖分子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很多時候需要 就是上台報告的時候 我也絕對都是推給別人 就不是很喜歡這件事情 所以他那個時候 我在想這件事情 我是直接 我那個時候覺得不太可能 他不想 對不可能 對 那我也忘記為什麼 怎麼開始了 算是有點直接開始 就也沒有徵求你 哈哈哈哈 因為我第一部影片 他就是直接 我在睡覺 直接把我鏡頭就在我前面 可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也知道 要大概做這件事情 但是沒有辦法開始 因為我覺得開始是最難 我可能我要什麼樣子啊 然後要夠專業啊 然後第一部要上什麼啊 什麼的 但他可能自己 就已經有在計劃 所以很快的 我們第一部影片 就很free的 我剛睡起來就開始了 那後面其實 大家比較常講的是 訓練影片 那我做的也是 因為我有當教練嘛 就是有常遇到一些學生 比較常碰到的問題 然後還有我教給學生的東西 其實就是把這些東西 呈現給大家而已 那時候不當教練的時候 就已經在 呃我們說品牌代言的部分 就是已經有 有 有相當的收入在這邊了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反而是自己的 當教練有一些存款 嗯 我們就是 是老闆 直接從 真的 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是 光要買那個相機 我們從 原本想說只買一台那個 GoPro 沒有沒有 好一點的小的 就還沒有到單眼 一兩萬那種的嘛 對對對 然後後來 因為真的是單眼比較貴 可是我們就是 覺得 直接 直接單眼好了 但是我們還是買上一代 還是買上一代的 不是買最新的 可是其實那個 就是A7 2 那個時候也有3 但我們就買2 然後 就想說就衝了 反正就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 對我那個時候來講 我就覺得 失敗了我就會來當教練 對 對 其實好像也 我們的存款可能可以讓我們拚個半年 我們試試看 對 然後 那個時候 真的最壞最壞 包括現在也是 就是還是有專業知識 還是有一技之長 還是可以當教練 所以就是 覺得 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我聽說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是你的學生 據說你現在好像 還有在教 還有在帶線上 對不對 但是你只收一個 對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佛系啊 我就 佛系收 就是有人問 我就給他資訊 然後他如果OK 我們就上 對對對 我以為你已經不教課了 我沒有教一對一了 對 那線上還OK 想請問一下 就是你一天大概 花多久的時間 在回復社交軟體 哇 隨時欸 很多欸 至少八個小時以上 喔 你說回復嗎 回復在家轉貼動態 喔 那就是一整天啊 就是一整天 算是 他都是用零碎的時間 對對對 因為就是現在 工作跟生活已經 融在一起了 融在一起了 所以 以前剛開始會覺得 還蠻爽的 就是因為以前工作就是 上班就是上班 然後休假很爽 然後隔天又上班很煩 那現在就是每天都 還OK 就是 因為工作跟生活 融在一起了 嗯 然後覺得好像每天都 有點想放假 那種時間可以自己安排 嗯 然後時間久了現在變得 好像每天都沒有在休息的感覺 自由 自由業就是這樣 每天都在工作欸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那種就是 你總是覺得訊息回不完的感覺 會焦慮 我其實因為我就是有強迫症的人 我就是會那個 他有亮 他有數字 我就全部要用掉 他有消除紅字症候群 對對對 我也有 我也有 所以 粉絲的訊息 我也覺得那個是要消掉的 所以我一定 會在 一天內把它全部回完 你是不是每一個都回 即便他沒有 他沒有問你很多 每個都回 全部都回 就是有點強迫症 然後其實可是在回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我也一直在 可以看到自己啊 因為他們常常講的是 有關於我的事情 或是 問一些訓練上的事情 飲食上的事情 就是 可以讓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 還存在這樣子 對 那種感覺 因為我像比較忙的時候 像可能前陣子有一些活動 我那個訊息真的是 我要回不完 然後在白天也沒有時間回 或是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量真的是 我真的是眼睛會脫窗 那樣子也回不完 一天那個小盒子 大概最多數字是多少 那個就99加 我沒有看耶 他沒有數字 我沒有看 可是 我都沒有算 反正就是盡量回 盡量回 對 然後 有時候真的時間比較久 沒回 反而會覺得 怪怪的 所以就要趕快把它衝回來 這樣子 了解 每天都有KPI 你會有那個 社群倦袋的情況出現嗎 倦袋喔 你是說經營還是說回訊息 應該是說就是 我們怎麼講就是 你會 會不會有一陣子 不想要在社群上出現 或者是說 會覺得說 好像不管發什麼 都會 要顧慮到 一堆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反而會讓你 不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一直以來 我要發的東西都還蠻 就是屬於我自己本來就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也是希望 就是像貝塞也是一樣 我就讓自己 不要有那種 我再做一件事情的感覺 就是讓他跟我的生活 是更貼近的 所以我發文 其實真的有時候 就是打字啦 是蠻free的 那照片就是挑撞的就好 所以 所以 我是還好 但是我還是會給自己一個 就是 一個時間就是 什麼時候要發文 然後什麼時候要發 然後 對我現在來講 我覺得不會造成 太大的壓力 除非真的有時候 照片沒有了 我就會跟小一句講一下 哇 最近好像沒東西發了 我們就想一下要拍什麼 這樣子 但是他其實平常都幫我拍 很多照片 所以其實都還是蠻生活的分享 那如果真的進入了備賽期 就會是很多肉體的分享 對對對 那我想問就是 因為我有一些 也是健身健美的這種QL 他們會說 不想要讓自己的版面 這麼的商業化 那 現在每個幾乎健美選手上 都會有一些代言廠商 那可能 他們有時候就不想發 可是我發現其實你是一個 就是你會發 就是有充斥粉絲的互動 也有發一些代言的東西 你是讓人家感覺說 其實你是一個商業跟親民 融合在一起的人 可是有些選手 會很排斥商業這個性質 你會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我也是 就是我不喜歡太商業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就是我覺得可以推薦給 就是我覺得 會一直回到初衷 就是分享這些東西 是為了什麼 那一定是我覺得 自己也覺得好的東西 我如果站在是推薦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那個就不會太商業 但是如果自己都不了解這個產品 然後又一直重複的發一些 可能廠商要我發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都有點 沒有辦法說服自己的時候 我就會有點不想發 所以在那之前 我會盡可能讓我自己 也是喜歡這個東西的 所以 再來就是商業這部分 我覺得我們 像貼文來講 我們的商業貼文其實很少 不多 其實一般都是我發的廢文比較多 反而是限動我會定期的 還是因為有合作 還是會讓它 從此在生活中 那盡可能也是 融入我的生活 那我覺得你 無論是你的口吻 或者是排版上面 讓人家看起來都是很舒服的 真的嗎 這是我覺得很厲害的一點 排版我覺得我的很亂 那個人一起去想的嗎 還是單純就只有你 IG嗎 IG就是我 他個人 完全都是我 對 他有屬於他自己的H4優惡 你知道嗎 對 那個不能破壞 對 他有說啊 因為他覺得我 因為我不太能被設定 就像我們拍片也是一樣 我不能有稿 也不能有腳本 都不能有 因為我們有試過 因為我就是因為這樣子 他拍的很辛苦 一堆廢數才在那邊 然後曾經就是有試著想要有腳本 然後有台詞 我照著唸 然後我也覺得 好像我會比較輕鬆 我不用一直想東西 我就唸就好 但是因為我的記性太差了 我根本背不起來 然後就變成 同樣一句話 我可以卡個十次 建議一下 就是有一個工具 可以套在相機上面 然後有一個叫做提詞機 我知道 可是一樣 因為我就沒有那個感覺 其實重點是 影片就會變得乏味 沒有靈魂 因為他就變成在唸東西 而不是他一直在思想 然後講出來的東西 我們的互動也沒了 所以那個影片的趣味感就很低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 好 只要有大綱就好 就不要給他設太多路線 然後反而拍的比較 兩個人也很輕鬆 我剪的 後來 還是很累 所以這其實也間接證明說 你是沒有在設立人設這件事情 對不對 真的沒有 就我跟你的相處 我覺得 你的私底下的樣子 跟你檯面上的樣子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其實 不往來說 這幾年我加入這個圈子 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好像是有在樹立一個人設這樣子 但我自己是覺得是沒有 我也覺得沒有 當初剛開始要拍片的時候 原本就是想要有人設這件事情 想說要是什麼風的 要專業一點 就覺得健身教練或是選手 應該有一個樣子 因為心目中會有一個樣子 但後來就是覺得 不用 對 小玉就開始說 我就做我自己就好了 然後後面就真的都是 在做我自己 然後我覺得這一部分也是 我們慢慢也在學習 我們會看粉絲的回饋 我們會知道他們喜歡什麼 然後我發現我做自己 好像會比我可能 或是一直拍一些帥照 他們會更喜歡這樣子 就會覺得那也不用 我就是分享自己 而且再來就是 我很不喜歡壓力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融入我的生活 我覺得很輕鬆 像佛系貝賽這樣子 我會覺得那個才能做一輩子 跟他共處 跟他共處 對 不要有一個做一件事情的感覺 你的佛系貝賽看起來超幸福的 我已經開始貝賽了 哈哈哈哈 我昨天還在問說 那個 我開始貝賽了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好像已經貝賽了 而且已經剪了一個多月 對 但是就是很佛啦 對啊 其實我一直對 小H目前 就是目前在做的事情 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同時也是ZACK 經紀人嘛 然後 我想問的是 小H 從一開始就是 經紀啊 還有關於影片剪輯 社群經營這一塊 都是你自己來嘛 對不對 對 只是自學的嗎 對啊 剪輯的話 就是邊剪邊查 嗯 因為以前沒有學過 就是邊剪邊 Google啊 YouTube這樣子 所以我剪片真的很慢 因為很多按鈕 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一開始都是英文版 好不容易破解到中文 然後 像經紀這個角色的話 我只有一個那個設定 就是我們永遠都要 要客觀 要那個客氣 因為我覺得 這件事沒有人 一開始就回 但是我覺得 秉持著這兩個思想去 回復 跟那個應對的話 我覺得 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 時間長了 你會慢慢去分辨說 哪些適合合作 哪些要 不要談下來比較好 哪些 呃 就是 可以多花點時間 就慢慢會分辨 嗯 對 也不是一開始就做得很好 嗯 嗯 就是經驗的累積這樣 對 算是 了解 那 呃 還有想問的是 就是 小H之前 有沒有 曾經嚮往過 你 你會 在工作的時候 是待在哪一間公司 或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嗯 以前 應該說 從小就很喜歡看電影 嗯 所以 有曾經幻想過 可以去 一間電影公司上班 無論是做編劇或是什麼 就是我還 我真的很著迷的那種 嗯 我從小就很喜歡看 所以 但是我現在沒有在做這件事 可能是我沒有那麼想吧 對啊 就有幻想過啦 可是都不知道 我一定要打破砂鍋 一定要去做的這樣子 的態度 沒有 沒有一件事情會讓我這樣 目前就是做現在的工作 還滿滿意的 了解 是因為以前很喜歡看電影嗎 包括現在 對 對 一直都很愛看 哦 就是可以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感覺 嗯 關於你們兩個在社群上面 我能看到的 就是你們兩個的相處模式 是我真的非常喜歡的 就是 很自然也很有愛 然後 我也想 了解看看 就是 順便幫我聽眾問啦 就是關於 兩個人 在情侶之間的 相處 你們有什麼 你們自己獨特的相處 知道嗎 你先講 我先講 相處知道 我覺得大家 就是活越大會發現 其實大家 遇到的問題都很像 因為相處就是 兩個不一樣的人 然後要去 認識對方 然後磨合這樣子 所以我們也一樣 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應該說 嗯 就男女朋友的時期 跟 夫妻之後 我覺得 有差啦 就是我覺得 男女朋友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 以快樂為主 你們相處 我們都是這樣子 我們也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們的快樂 有多過不快樂 我覺得就算 相處的算融洽 嗯 但是如果夫妻的話 有時候就是 嗯 以前 我們之前有前輩 跟我們分享說 夫妻之間就不是 不是在 包容 而是接受 就是 你不是要一直去 包容他這個缺點 而是你要去接受他 你如果一直想著 包容包容 久了其實你會累 後來 後來領悟這一點之後 就發現 的確 兩個人相處 就是 一直在接受對方 時間長了 就還蠻習慣彼此 那如果有一方 沒辦法再接受了 就會分開 嗯 對那目前我們兩個 都還OK 還可以繼續接受 XH有沒有什麼 你沒有辦法 就之前沒有辦法 接受的點 我覺得最重要真的是 三觀要接近 對 因為我想不太到 有什麼靜靈之道 就是我覺得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 很多觀念 都很像 雷同 然後我們 我們以前就是同學嘛 我們大學同班同學 所以 可能玩的東西 然後 金錢觀念 或是感情觀 其實都很接近 所以 沒有什麼大問題 沒有什麼需要 欸覺得你這個人好奇怪喔 我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應該要怎麼樣 沒有 就是都很舒服 那 那剩下的相處 其實就是日常上的 那日常上就是 你還是會有一些工作啊 或是其他上的 小朋友上的 就是會給你一些壓力 然後一些 情緒的釋放 嗯 我覺得那些都是小事 就因為人就是需要 發洩嘛 那我們就是會 定期的就是 發洩一下 發洩一下 對 然後但是都 不會是大問題 因為我覺得真的 我們想要的東西都很 很接近 就是包括我們嚮往的事情 就是可能有個小朋友 有個家庭 然後像現在這樣 其實都很知足 所以 沒有什麼 需要我們一直去做的改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嗯 小一曲最不喜歡大一曲的一個點是什麼 有一個 才一個啊 就是 他一切我都很喜歡 但是他就是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但是他有時候會忘記隱私這件事情 嗯 但是其實他很努力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就像你們講的 他在人前人後是一樣的人 嗯 所以他就是很 很放飛自己啊 做什麼事情 例如說他今天在哪 我們就po 什麼的 可是有時候 我會覺得 有小孩 應該要小心一點 我們人在哪裡 可能可以晚一點發 或是說 家裡附近拍照要小心 他有時候會 沒有這個神經 嗯 然後就要一直提醒他 然後提醒久了他也會煩 所以就有點煩 對 但是他很努力 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 我就是很 就覺得 做自己才能長久嘛 但是 有些事情 就現在可能 沒有辦法那麼 隨心所欲 嗯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的 我是一個家庭 而且很多人可能關注著 所以 很多時候就是還是 呃 就像他講的 要 做一些調整 對 但這不是缺點啊 這件事情不是缺點 有點缺點 如果出事就變缺點 哈哈哈哈 對啊 那你們有遇過不理智的粉絲嗎 其實沒有 比較少 你其實沒有 比較少就還是有嗎 不理智喔 不理智 我 呃 有一些粉絲他們會用 呃 大概 這麼多年有一兩個 就是 他們心情很低落 然後 狀況很不好 然後 各種的原因 然後 說他們很想要 自殺 嗯 然後我不曉得是想要 就是讓我關注他還是怎樣 那 這個我覺得是比較瘋狂的 因為 我會把他當成是真的 那我會跟他 講很多 哦 這個有點 然後如果你要說 有點影響到我們生活 或是有點 攻擊到我的話 應該是沒有 嗯 我覺得 粉絲都還蠻蠻好 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看到我們 打卡會過來 哦 會衝過來 對 就是真的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他 會 小恩就會比較擔心 尤其如果沒有帶著小朋友的話 嗯 所以就是 時間上要抓一下 嗯 就可能就是有一個時間落差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會收藏訊息 欸 我已經到了這裡 你在哪裡 哈哈哈哈 就是有點不好意思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 對對對 但是就是 對啊 還是因為 如果是一個人我就沒有差 但是 對現在不是一個人 現在有小朋友 對對對 就是可能想得多一點這樣子 有小恩之前 有小恩之後 相差最多的地方在那裡 就關於日常生活的部分 就全部都不一樣 一切 一切 一切都不一樣 時間分配吧最多 對時間分配 應該在時間分配 就他又變得是 我們原本的工作 就已經是這樣子 融合在生活 然後他就是 多出來的一個工作量 哈哈 就是一個隕石砸下來 對 全部打壞 你會變得 你原本的工作都是 變得歪七扭八這樣子 對 然後你要在這中間 慢慢的去 修補 平衡他 然後平衡 然後因為他又很重要 有時候就是 我們都還蠻覺得 就是需要陪伴 所以 在這個取捨中 我們放了更多的時間 在小朋友身上 對 但是就會變成是 工作這部分 會有點沒有辦法 做到 那麼好 這麼完整 然後或是我們想做的事情 可能會 被 影響 對 但是這是我們的選擇 但是確實他一來 真的是 一切都不一樣 對 那我自己最大的影響大概就是睡眠 睡眠 因為我一直以來 吃睡戀 我自己覺得我最沒問題的一定是睡 因為我就是那種 時間到了我倒頭 就睡了 然後一睡起來 就一覺到天明 對 那有小朋友後 他剛出生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過夜 然後包括現在 有時候半夜也是會起來 鬧一下 那就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品質 但是也是 在這中間一直在 取得一個平衡 我覺得睡眠最多 對最多 對我來講 其實我一直蠻好奇一件事情 你是怎麼樣一直保持著這麼的正能量 就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這種感覺 我覺得不是保持欸 我覺得就是 就是 本來就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遺傳到我媽 因為我媽就是這樣 這麼的樂天 我媽就是很呆 很傻 然後 就很可愛啊 我自己長大後才發現 應該是像他 嗯 就是因為我就覺得他很可愛 然後 不會想太多 對他的一生其實也沒有很順遂 但是他 就是有一點少跟金那樣子 帶帶的那樣子 我自己 或是自己有從他身上 好像有看到 我自己的影子這樣子 就是有被他影響 嗯 那 呃 沒有刻意欸 但是就是 因為像我媽就是客家人 我覺得客家精神也是遺傳到他 硬頸 就是會很省 我也是純血科家人 那是嗎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基因吧 是基因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這樣子 從小到大 也覺得這樣對我來講 是一個 開心的事情 嗯 然後也 然後也 不習慣去 抱怨吧 因為我覺得 沒有事情是 有什麼好抱怨的 因為都是你的選擇 嗯 就你能做的 我就做到最好 那做不 沒有做好 那也是我的問題啊 所以就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 以前也不覺得自己是正向樂觀 就是應該就是個正常人 那只是因為 可能剛好也有比賽啦 其實有影響到一些人 然後就是有一隻比 雖然有輸 但我還是會繼續 呃 接受挑戰 然後繼續比 那可能人家會覺得很正向 有影響力 那我自己是覺得這樣子 那有這樣的回饋 我也很開心 你被賽的時候 會脾氣暴躁那些的嗎 就是 負面進行那些 會 嗯 太好 完全沒有 會最多不耐煩 嗯 最多會有比較不耐煩 但是不會 不會暴躁 不會 因為我知道自己 在做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現在更不會 嗯 因為現在就佛系 佛系我的最希望的就是我的 心情 然後 我的整個心理的狀態 是不要被影響的 嗯 所以現在不可能 反而是剛開始比賽的時候 可能 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自己 會有這些變化 然後 會比較不耐煩 嗯 但 我很好奇就是 你第一次得知自己 當爸爸的時候 嗯 你的心情是什麼樣的 很開心啊 很開心 因為我們其實在那之前 就很想有小朋友 嗯 然後試了一陣子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還當教練 嗯 然後沒有 沒有成功 然後後來這個就 突如其愛的來了 然後我就是很開心 對 因為我覺得 就 那個時候很期待 這顆隕石砸下來 讓我生活有點不一樣的感覺 嗯 就覺得就是可以有一個 大轉換 嗯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是 非常非常開心 嗯 現在就是痛病快樂的這樣 哈哈哈哈 現在還是很開心 很開心 對 但是 就是因為 怎麼講 因為還是會累啦 因為日常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 就是帶他 然後 很多事情 我們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沒有辦法 再以我一個人 或是我們兩個人 來做決策 而是 我們三個人 我們是一個家庭 嗯 對 包括像去年比賽 其實 我們在只是兩個人 比賽的時候 我們比完賽 我們都會休息一下 小旅遊 在國外玩一下 對在國外 機票都付了 那我們就可以帶一下 玩一下 那去年 日本跟美國 我們都是 過去 然後過兩天 比賽 隔兩天 飛回來 就是一個禮拜就結束 對 那一部分就是為了小朋友 對啊 這個也是比較大的改變 那你們有煩惱過 就是關於 小人的 怎麼講啊 教育的 問題嗎 就是 比如說像我好了 我 我到現在 我還是會想說 我以後要怎麼教我的小孩子 嗯 對 就是你們有 有沒有什麼 你們自己的一些觀點 對於 小朋友的教育上 再給 小H媽媽 嗯 我覺得小H應該 可以 講比較 我好像在 在 懷孕的時候 我就有 也是也有一個備忘錄 嗯 就是 一樣是 有一些自己 帶小孩的理想 都有把它收集起來 嗯 那時候就是 其實我就是希望 可以給他很多笑容 然後 多去 鼓勵他 跟認同他 只要他 有喜歡 有興趣想做的事情 我們也 想法也一樣 就是 都 一定會去支持他 只要不要違反道德 我都一定會挺他 那 他也會 一輩子都知道我們家 我們兩個人 永遠都是他的靠山將 無論他在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他不會害怕回來 告訴我們 被我們責備 就是 我喜歡給他 一個 很有愛的 環境 我希望可以這樣子 給他 嗯 但是在教育上 我希望是 就是 由他 來給他 觀念 因為我覺得 真 就是建興他 他就是因為他很正能量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給小孩這些東西 是好的 嗯 我希望可以從那個我婆婆那邊 一直延續下去 因為我很沒有 因為我 我爸媽就是從小其實沒什麼管我 放養私教育 放養私教育 然後所以我成績不好 因為學校成績就是要 你要花時間念書才會好嘛 那我就是 沒什麼念書 然後 沒有花時間去念書 然後都在玩 然後 他們就是 讓我很自由 但是我 因為這樣我也沒有 我沒有因為這樣子就學壞 所以我也沒有叛逆期 我國中也沒有 高中也沒有 我就是 活到這麼大沒有叛逆期 然後 那我自己是覺得整個的成長過程 我覺得 很好啦 很開心 但確實我現在想想 如果也許我的環境 我的生活環境是 遇到一些不好的朋友 我會不會就 變得不好 那可能是我 這一生運氣蠻好的 就遇到朋友 我就覺得很棒這樣子 對 那回到小恩恩 我覺得 我真的是沒有想很多耶 但是真的是 她開心是最重要的 那什麼事情可以讓她開心 我們就去做 那包括她在人際上 有什麼事情可以讓她覺得開心 那我自己是覺得 通常人都是 你要有一件 你自己拿手的事情 然後或者說 就在同才之中 比較容易會被人家 看見的事情 就是可能可以讓你有成就感 你就可以去做 我們就會支持她 所以我覺得我們能做的就是 讓她有更多的體驗 然後從這些體驗去 找到她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去做她 那真的沒有也沒有關係 那我們就 呃 因為我覺得真的 她就是一個個體 我們沒有辦法為她鋪什麼路 但是我們可以給她 很多的方向跟常識 嗯 對啊 那我們都有想過 也許她都不買單 或是都不喜歡 那也沒有關係 對啊 因為她就還是她 嗯 那我想問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家庭啊 就是帶小孩就是 假日就給她看手機 父母這樣自己看手機 我看 我看到你們就是好像就是那種 就是親帶小孩 比起用手機打發胎 都是互動性會比較夠 那你們一定也會有忙的時候 你們會用手機去打發她嗎 幾乎不會 嗯 沒有 因為我們算是比較運氣比較 我們算二打一啦 我相信一打一的媽媽 你必須有時候真的要忙 一些事情 這個手機真的超好用的 不得一 我告訴你放下定在哪裡 不會動 但是我們就是也有 蠻有共識的 就是不要讓她那麼快 因為她未來一定會接觸到 但至少她在還沒有辦法選擇 跟她現在還沒有那麼依賴這個東西的時候 就是讓她少碰一點 對所以變成是她在家裡她要忙 她要煮飯 就是我多陪她 然後或是說我去訓練的時候 她就會陪她 對 就是找到一個平衡 真的是神隊友 真的真的真的 我有發現就是小H 會自己煮很健康 而且看起來超好吃的料理 給就是你們吃 尤其是小恩恩就是會煮那些 有很多健康素材的粥 對 那些也都是成為媽媽之後才開始學會自己弄這些食物的嗎 對 算是 就是 基調都是看詹姆士的youtube 但是 吃的營養的調配是 我們都希望她可以吃更多天然原型的東西 就像現在 甜食也有給 但是不會 非天然的食物我們沒有給很多 就是還是有讓她嘗到 不要讓她飢渴到就好了 但是 但是還是以天然食物為主這樣 因為我覺得 你吃的健康 整個人就 那個樣子就是不一樣 我希望她 免疫力可以透過這些來 達到 對 她現在開始就是會犯錯 我有看到你開始會叫她去法戰 對啊 很皮啊 因為她像我們兩個都很好動 所以她 有時候她就是會一直 不斷的在一天裡面挑戰你的底線 她就是 一直幫媽媽破屁啊 對對對 一直在破我的屁啊 你們會有就是 這個情緒 崩潰到就是吼她過嗎 我有過 我有過 我有扁她過 可是我不鼓勵 我只是會拍她屁股 然後她會意識到說 她被打了 然後她就會哭 那我就想讓她記得說 媽媽在生氣了 你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那不會往死裡打啊 就是嚇嚇她這樣 我以前都是被往死裡打 如果今天生的是兒子 會不會往死裡打 應該比較有機會 有機會 果然女兒都是寶貝 對真的 女兒都是寶貝 她就不會 她從來沒有對她失控過 嗯 還算可以掌控 女兒都比較喜歡爸爸 對啊 其實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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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喜歡 她雖然都喜歡 但她其實比較依賴媽媽 真的喔 對 所以 對啊 還是因為她 就是 不依賴 媽媽給她吃的 沒有啦 就是她在帶她的時候 她心比較細 她心比較細 我就是比較 沒那麼細 但我就是 陪她亂玩 對 就是亂玩型的 但媽媽比較會跟她 做一些 靜態的 講話 對講話 然後細的事情這樣子 爸爸帶小孩會出事 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對啊 都在倒立 我給她不一樣的體驗 都在倒立 然後換這樣子 讓她這樣 哈哈哈哈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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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G相較於CBD 吸收好效果更好 用量更省 還會幫助練後恢復 哇靠 這麼省的嗎? 真的 然後勒 使用CBG之後還能讓你 思緒平靜更專注 身心放鬆更有活力 直上頂裝見人神隊友 指名店中CBG 天然回血恢復更快 歡迎聽眾們親身體驗 聽完我都想每天採冠了 也是不用那麼多啦 畢竟CBG是一個很珍貴的成分喔 當然它的售價呢也是不太便宜 店中有親切的客服小編 會教你們怎麼使用這個CBG 用量呢會根據每個人的 不同狀況使用不同的低速 快去下方連接了解 並體驗看看吧 感謝糖果爸爸 感謝爸爸 現在因為目前有小恩蠻忙的嘛 然後但是你們會不會有想要 就比如說把一些你們現在 目前在做的事情發寶出去 我指的是後勤 就是關於剪片啊 或是經濟等等 其實剪片有 我們現在有一個剪輯師 只是我們沒有拍給他剪而已 對 那是拿到很久了是不是 就是他有在剪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拍 沒有拍就沒得剪 或是他剪完我們也還沒省 沒有就是佛系 但是我們可能需要三個月的 他很好 他很好 沒有就是有一些東西有分出去 像去年九月開始我的姐姐Fish 他就來幫我們做公關 所以Email回覆跟他廠商接洽就是以他為主 除非是在他進來之前我接的Case 才是一樣是由我來負責 但是從去年九月開始就是都由他來接手 現在也快一年了 所以算是很大大的分擔了我的工作量 那我有時間去陪小孩 我大多時候是 我們都是算是做最後的決定而已 那他幫我們溝通這樣子 對 那平常的拍攝其實我也有想要發給別人 我甚至覺得他有時候貼文像 我也想要有一個Hank幫我弄那個 明音這樣 對對對 不是明音有時候就拍了專業 有質感的東西 對拍了專業一點 但是我後來還是沒有去找這個人的原因 的原因是因為 我又覺得他有時候拍的這樣子 很free的這個風格 也不錯 就是也有一個他自己的味道啊 所以可能目前還好吧 但如果未來有想要嘗試去做更多的話 還是會丟給別人來做 然後就我覺得他在這方面 他有比較高的要求 所以在剪輯師我們真的已經換了很多個 那每次他就會有很多東西需要調整 那他會發現他請了一個人來幫忙 但是讓自己更累 那種感覺 因為做不到他的要求 然後或是說 也許他也做得很棒 但是他們是 我覺得是毛太多 不同條線上 所以他會覺得他還是想要自己來 所以在前面幾年很多時候都是他自己剪 那其實後來運氣很好 就是有找到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剪輯師 那現在就變成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沒有拍 然後再來就是他會像可能很多人給人家剪 然後審片可能很快 因為差不多就可以上了 可是因為他會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從頭看到尾 然後真的很多小地方他都還可以再調整 所以這件事情也會讓他 應該說我希望他呈現起來是好的 例如說 例如說他體態啊 或者是他的樣子 或是說他講出來的話 哪些比較餓要應該要留著 這個是需要時間磨合的 就是剪輯他本來就 就是 我們一開始 對對對 會有一個默契在 那就要花時間去到這個位置 但是 可能他有時候 他之前也會覺得說 沒關係啊 你就放給他們剪啊 就直接上也沒關係 但是我就不敢做這種事情 就覺得 我覺得可能80分就可以了 但他可能會覺得 還是要到95分 我覺得有些地方應該 就要剪掉 有些地方應該要 拉長一點 那這個 我就會花很多時間 我又很慢 我就很烏龜戲 你應該去那個 真的去電影公司上班 真的耶 真的 但其實我覺得 以我目前 因為我是做剪輯的 其實我從以前看到現在 我覺得 剪輯節奏其實掌握的都是很好的 就是你做的這些 謝謝 聊的東西其實是正確的決定 因為 不瞞你說 其實我當初 會走到變 樂果王的經紀人 我的模板是參考你 哇塞 我好開心喔 謝謝 因為當初就是 你跟樂果王 大H跟樂果王都是同時起步的 但是 大H旁邊有你在 就是你們兩個可以 一加一大於二 可是那個時候 我還不認識樂果王 然後到現在 我是其實是到去年 才開始當他的經紀人 可是我就是 在這個圈子看一下 大概參考一下 因為PETA有Hampton 然後大H有你 但是我大多數是 參考你的部分會比較多 謝謝 好窩心喔 你覺得是樂果王的小H 我也有個H 我也是H1族 可以結婚了 不要吧 不要吧 會不會有一個小樂果 不要不要 明英又可以拍一下 可以一點耶 有T字來了耶 記錄起來 拜託不要 那你們後面有什麼樣的規劃嗎 就是關於 除了社群之外 有沒有在 之後有沒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 會想要自己開健身房之類的嗎 對對對 很早很早就想開 但覺得 時間還沒到 時間還沒到 因為我們大概疫情前 真的是有這個想法 我們有在找地點 那不是為了什麼 其實就是 健身的人的一個夢想吧 但是我覺得夢想 它這個成本有點高 所以就是放在之後一點 對 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會有點像是 如果我們想要做好這件事情 它會有點像是我們的結晶 所以我們要真的是 很有時間的時候 才能好好做這件事 對啊 因為現在 真的 講真的真的是 很多的時間都 給恩恩啊 小朋友 那最多最多就是我 比賽這樣子 然後 中間分享我們的生活 對 沒什麼時間 真的沒什麼時間 可以 塞一件 這麼大的事情 也還沒有夠想 對 還沒有夠想 就是還沒有 還不夠想要 就是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都很想做的話 還是 可以安排 但是我們可能就 也沒有那麼想吧 就我覺得我們就是偏 知足型的 欸 這樣子 OK 那就這樣子也好 沒有做也沒有關係 做自己目前能力所及的範圍 對對對 能做到這樣子真的不容易 就是 人一定都會想要更多 可是 他們 可能 我想要這個想要那個想要這個 可是我的能力沒有到 我的level沒有到這些 然後 就會變成到最後就是變 我這邊弄不好 那邊也弄不好 對 可是 我在你們身上找到就是 你們只做 你們能力範圍所及的事情 你們當然一定也很想要就是更高的東西 但是 你們 會知道自己 現在該幹嘛 對 然後把現在的東西做到100分這樣子 就選擇啦 這是我很佩服的一件事情 嗯 你第一次 感受到 你自己原來是一個 那麼有影響力的人 的時候 嗯 是什麼時機跟事件 好像是 2019年 也就是我們剛開始出來 拍影片的那個 那一年 Tim Joy有辦 第一次的 我有去 粉絲見面 那個算是品牌 他的一個 就是運動 運動展 在世貿藝館 對對對 然後 也算是粉絲見面會 因為所有的 Tim Joy的贊助選手 運動員都過去 大概就那一次 因為其他時間 沒有什麼太多的機會 去接觸到粉絲 都是訊息上的 那訊息上 我會覺得 可能大家都一樣 因為很多人問問題 他們是 不看人的 就是都可以問 問爽的 問爽的 真的都是問爽 很多都問爽的 然後就很正常 然後真的是有 見到面 那一次 我有覺得 就是有些人是有 有在支持我 然後 會專程過來看我 這樣子 那一次還蠻 蠻有印象的 為你科普一下 那個時期其實是 蓋伊跟PTA最紅 然後 大家找他們拍的粉絲很多 但是 大H的粉絲 大H的 找大H拍照的人數 不少於他們 那時候他們是比較 那時候他們是比較 那時候才剛開始拍片 對 而且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是有 每個時段 都是不一樣的人 上台跟大家拍照 你真的有趣欸 我有去啊 我跟你們合照啊 記得啊 對對對 對啊 所以 然後更多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就被賽 被我的職業賽 然後幾乎 每個人都會帶一句 就是叫我比賽加油 對 那個時候就很開心 對 那我想問 就是 你們會想要讓 恩恩出來 就是以現在的狀況下 經營社群 然後賺社群的錢嗎 因為我看 就像 蔡阿嘎她有兩個小孩 然後她兩個小孩 都屬於自己的頻道 然後雖然說 她 是講說她沒有靠小孩賺錢 那可能小孩賺的錢是都是 社群錢都是捐出去的 這樣子 那你們 不講賺錢這部分 你們會有想到她在社群上 一直這樣曝光下去嗎 因為她最終還是會長大 她還是要去上幼兒園 上小學 這樣子 還沒想到這個問題 還沒想到這麼多 我 呃 現在我們比較偏向 就是分享她可愛的樣子 有點 她也是一個正能量 小小的正能量給大家 因為大家很喜歡看她 那 呃 其實她她她是不想的 我印象中 她是不想要 靠恩恩 或是說要靠上能力去賺錢 或是說能力 各種都不想 嗯 經營她的帳號是 完全是分享愛而已 就是 我也不想要用她來賺錢 就是她目前也沒有 就是有 有收到信 但是我們都是婉拒的 對 目前還沒啦 拜託多分享 我是她的粉絲 假設如果她長大了 可能到六七歲 懂事了 她如果說 她不想要一直這樣子被曝光 你們會 當然啊 就直接就不曝光 對 因為她我剛才想講的就是 如果未來她自己想做的話 我們就一定支持 那真的不喜歡我們就不做 對 就是會一定會尊重她啦 因為她現在沒得選嘛 哈哈哈哈 五歲就隱退 也有可能啦 也有可能 我覺得那也OK 我們也會分享啊 就她不喜歡被拍了 我覺得都可以講 對 因為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能都還是 都會遇到 而且有些小朋友 她可能在某些時期 會排斥一些事情 我們都要去接受 都要去做調整 我記得她好像前陣子 是排斥洗澡對不對 喔 對 不洗澡 欸你也是 鐵粉欸 恩粉 我那很頭痛欸 都半紅半片 然後最後就 只是換個詞 她就願意了 插澡 因為我們說不洗澡 沒關係那我們插澡 那前一兩次真的用插的 就是真的因為她真的不行 她不進去 她會哭 然後會 好像你要虐待她一樣 那就只能順著她 就幫她插澡 結果插一插就插到浴缸裡了 就開始就領一領 欸插澡插澡插澡 結果她接受了 哈哈哈哈 沒來由的拒絕 對 然後就欸 插澡囉 有時候她講錯 講成洗澡她就不要 她就說插澡啦 我說喔好 那就插澡 那是一樣的事情 很好笑 但是又有小朋友很好玩 就是她的一些反應真的是很妙 很懵啊 對 我不是恩恩提供 我是大魚群鐵粉你知道 之前也是半夜吧 反正睡前都會滑手機 然後可能都會看到大魚群po那個 她的宵夜 佛系剪載佛系 看完就覺得好餓喔 然後想說剪子真的能這個樣子吃嗎 那時候真的很 這也不是佛 都是佛在宵夜啦 佛在宵夜 就是你的備賽方式 以及你的日常飲食方式 讓我跟看到其他選手 是完全不一樣的耶 就是 齁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做 其實我也不 一開始也不確定我可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們在剛開始比賽的時候 我也是就是斤斤計較 所有進到嘴巴裡的液態 固體 我都會讓它上磅層 然後我也經歷過那一種 比較極端的備賽方式 然後各種的飲食法 訓練法 那其實我都秉持一樣的原則 就是多嘗試 我對我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我每一次備賽的方式 都會做一些調整 那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不可能一招打天下 所以我自己覺得很好玩 就是可以去嘗試 然後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式 那佛系備賽 我也只是給自己試試看 因為我也是抱持著 我可能會GG的那種感覺去試 但是是結果 它的結果我覺得是好的 就是對於我現在的狀態 跟我現在的身份 我覺得這個方式很適合我 那你會說 如果我說我不要那麼FOR 我可能吃得更 更規律 然後更好一點 也許我會進步更快一點 但是我覺得 那個比較不適合現在這個狀態的我 可是如果以你說要上台比賽 要有很好的皮下狀態 體脂 我覺得我這個方式是沒有問題的 對那我也是試出來 那奧庫爾還有我減脂不做有氧也是一樣 我不是說我絕不做有氧 而是我把有氧放在很後面 也就是哪一天我發現我飲食控制 還有重量訓練 沒有辦法減去我梯子的時候 我有氧就要加進來 來增加我的消耗 只是說目前來講 我的身體都可以讓我執行 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還不用做有氧 對 也許40歲之後 我就要做有氧 代謝開始 代謝比較差 之類的 你備賽的時候 賽 非賽季增積期一天吃幾卡 我真的沒有算 真的沒有算 我沒有算 我已經好幾年沒有算 可是我自己估也不多 應該 三千出吧 應該差幾三千出 應該差不多 他那個很可怕 我也是跟他 上一次跟他吃 看他一餐就吃我一天的量 真的喔 然後一天 然後他吃六餐 那個麵是撿三一樣 而且好幾盤我覺得很可怕 可是不一樣 因為第一我們項目不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狀態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我如果吃 我吃了那樣子 我身體也沒有辦法解釋 消化 對也沒有辦法消化 就是我也看過就是那些自然選手 也是 你也是自然的嘛 然後 那些自然選手就是 完全跟你的 備賽方式是完全不一樣 我想說 哇 他們看起來好痛苦 真的看起來好快樂 我覺得是 需要的 我覺得都要經過這個痛苦 因為我覺得他都是一個 資料庫的累積 你沒有經過這樣的痛苦 你怎麼會知道 另一個方式 有沒有更好 所以我覺得都要做 所以說如果 如果我有特別講佛系減脂 不建議新手 一開始就做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剛才減脂 然後你沒有頭緒 你要計算 然後也要知道你自己吃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也要去看你的體態變化 那如果你一開始佛的話 你可能就會一直 看起來很佛啊 吃了很多看起來很佛 狀態也很佛 所以是因為我一部分 我的嘗試 我的經驗告訴我 這樣的方式 很適合我 所以我就只是 我也沒有說要大家這樣做 因為我的影片一直都是 分享為主 我在分享我在做的事情 我剛好在比賽 我就分享比賽 我剛好在減脂 我分享減脂 我剛好在增肌 我用什麼方式增肌 我就分享而已 所以說 大家可以在這些分享中 自己去抓 他們可以去嘗試 可以得到的資訊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蠻重要的事情 我不會說我的方式一定是對的 因為確實很多人可能不適合我的方式 但是 也有 真的有部分的人 他們會跟我講 就是包括這一次的那個香港 哇 有一個一百多公斤 原本一百四十公斤的人 他說 他佛系減值減了四十公斤 哇 很多欸 我說很厲害 就算佛系也是很厲害很厲害 對 他說他就很感謝我 然後跟我講了很多 對我就覺得他 可能這個方式剛好就適合他 我就有幫助到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自己是 呃 一開始不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只是分享而已 但是後來分享這件事情 有幫助到的人 就很開心 嗯 的確 因為我一開始也是受到你的幫助 我才會就是 一直持續的關注你的 原因是因為 其實一開始你的影片啊 對於我們這些 當入門的健身小白來說 是很有影響力的 因為就是 無論是菜單的安排 或者是講解的內容 其實都很沈顯易懂 嗯 然後 因為一般人 剛開始接觸健身的時候 不會想到要去請教練 反而是先申請會籍 然後我先自己去動動看嘛 嗯 先自己嘗試看看 但是就是 其實你們的影響力 是 對於這些健身小白來說 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 我一開始看到的就是 呃 你跟皮塔 嗯哼 兩位 對 我當初也是看皮塔 我也是看皮塔 對啊 對啊 我滿好奇 那既然剛剛都講到自然跟非自然了 嗯 就是 大家都覺得你其實是非自然的 有嗎 沒有大家吧 就很多 酸民 網路上啦 界體發揮之類的 就是什麼 佛系簡直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子 一定是有用藥 說真的 我自己接觸過這麼多用藥 用藥的更不可能像你這樣子吃 嗯 是 這是我能確定的一件事情 但是 我想問一下你 就是 你一直被這樣子的輿論講的時候 你自己是什麼樣子的看法 以及想法 我現在的狀態就是很習慣的 那剛開始被講是很開心 嗯 對就是因為這個真的是一個另類的肯定 因為一開始別人被講 我一開始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沒有被別人講 可是我發現有一些跟我們一起訓練的朋友 他開始被懷疑用藥 那我其實是覺得蠻屌的 就蠻羨慕的 可以練到被懷疑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 那個時候我就有跟他講 他那個時候就有一點 呃 覺得為什麼大家要這樣子說他 嗯 對那時候我跟他講的就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肯定啊 就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因為他沒有影響到你 然後沒有真正的影響到你 然後 呃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另類的稱讚吧 對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法 那所以到最後我自己也被這樣子說的時候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稱讚 對因為 我是覺得他們是不夠了解才會這樣覺得 因為真的呃 像你剛剛講 你接觸到的選手多 然後你自己是比較資深的運動員 看我這個樣子 一看就知道 他根本不會懷疑 根本不會懷疑 我有用什麼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絕對不會 對那個就是 知道的人就知道 對所以我也 我覺得不用去特別解釋 對啊 你會有想要用嗎 我最想要用大概就是 拿職業卡那時候 喔 因為 變職業選手 嗯 我那時候自己是覺得 我要嘛就用 嗯 要嘛就以後就當炮灰 然後確實 後面三場都是炮灰 然後但是 那個時候不用其實是回到初衷 因為我我前面有講我一開始比賽 我其實不是講實在的 我不是為了要上到那個最大的最高的殿堂 喔 我是喜歡這樣子的體態 所以我訓練 所以不是因為客家人的關係 哈哈 太貴了 又不是你啦 也是也是也是 不要啦我們自然就好了 對對對 因為我曾經我們一開始我真的 我覺得 覺得太貴啊我就自己去迪卡農 買雅鈴跟 那個 那個Bench 他陪我去買的啊 在家練半年 然後就後來手腕受傷 我就去加會員 哈哈哈哈 然後 你剛講哪 喔用藥 他是說藥很貴 對就是 藥很貴 喔 我覺得 以現在這個狀態來講 我現在不可能用嘛 我覺得我是絕對不可能用的 我覺得 藥再怎麼貴都沒有比健康貴 嗯 健康真的是最重要 因為我還蠻注重健康的 我是從以前 我就是沒有抽菸 從小到大都沒有 嗯 那我一部分就是 我本來就沒有想 然後再來就是 覺得他是會 有一點傷害身體的 喔這 我覺得 傷害蠻多的 對 然後我從小很喜歡運動 然後身邊就聽到 抽菸會影響 那我就 喜歡運動 我就不會想要去讓我運動 做一些讓我運動表現下降的事情 對 然後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雖然有這個想法 但是是完全沒有跨出第一步 嗯 就是也沒有問 什麼人都 都沒有問過 然後只是自己還在整理的時候 就覺得 沒關係 我就試試看 對 然後也就是覺得 就是看自己能走到哪吧 嗯 對 台灣賽第三 日本賽第四 對 然後 恩惠德是第二 第二 可是沒有 因為那是去年才 才比較好的 因為我在 18年拿卡 我18年底 我就比了第一場職業賽 我就是最後的 口號 我是第一次口號 但是我最後還是被換到最後 所以我名字很後面 然後 19年的兩場比賽 也都 沒有 沒有很好的成績 對 但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就是 本來競爭力就不夠 對 對啊 你也是因為疫情這個關係 可以讓你沉澱下來 好好的 養肉 然後 這樣子嗎 好像也不是 因為主要是我覺得是 我2019年那個時候的 策略錯誤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其實每一場比賽 我都讓我自己體重 有一點上升 就是代表 我有一樣的體質狀態 但是我體重變重 就代表我的 觸碎 肌肉 我的肌肉可能會有成長 我純肌肉有成長 所以那個時候的策略 是我想要保留更多的體重 然後做到 我覺得 我應該已經有到的狀態去比賽 結果 我現在回去看就是 那個時候狀態沒有做到 那我去年就只是 把我的狀態拉回來 然後就上台 那 真的是 我就是覺得我運氣很好 就是 在我這個時候有健體 真的不需要看到 那麼多的肉 然後他看到的是 更多的是比例跟線條 那 比例講實在的 頭肩筆 跟我的骨盆 其實是我媽 我爸媽伸給我的 那運氣很好就是 這一副骨架 可以讓我在 這個比賽中 有比較 脫穎而出 對比較有好的條件 所以我就是把我狀態做好 那視覺張力有做出來 然後 剛好裁判們也都 喜歡 所以我覺得 一部分就是 真的是 我自己講 我是人類歧視 就是我沒有特別強的地方 但是我的心率點很高 我心率點到滿 所以在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覺得 這個時期我覺得是 運氣很好 我早30年 早20年 根本我續筆劍 大家沒有要看 對啦 現在剛好 劍體好像也有開始限制了 對 應該是年底開始 就是奧塞鴻 那我想問一下 關於你的梗 那個蹦 足蹦 那是怎麼來的 那個也很 很那個 因為我訓練有時候就會 一結束就會 蹦 就會把那個氣 塗掉而已 然後他在幫我剪片的時候 他就上一個 蹦 然後蹦一蹦就變成 蹦 招牌 對對對 那個滿突然的 對吧 對 然後後面只是就是 每次就是蹦 然後大家就會發現這個蹦 就突然會跳出來 然後後面就只是加一個那個手 然後就把它放在 開頭啊或是任何地方 專長 對對對專長之類的 好多自己的 slogan都是這樣 自然突然的 對真的都是突然突然出來 得認真說 就是 以 當時的健身網紅來講 你算是一個 已經算長青術了耶 這樣子講 就是 其實 算 幾乎是 所有人做社群 在這個圈子做社群的榜樣 嗯 到現在為止 我覺得是一個很獨特的存在 就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被 沒有辦法被模仿的 他就是 就是一個 很特殊的存在 然後 的確 不得不說 在 這一個圈子裡面 能夠 以這樣子 的 方式去 不用教課 然後 還可以去 做 比賽 跟 就是 靠 贊助廠商 去 得到自己想要的資源的人 真的是 渺渺可數 運氣很好 我覺得 運氣真的很好 先問一下你們 就是成為公眾人物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的 為你們帶來什麼樣的困擾 困擾 就大家 就剛剛說的那個 他應該覺得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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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是大學給你多一份肉 有耶 會耶 所以很感謝這樣子 常常 偶爾啦 會多一些小菜 小招待這樣子 被認出來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 會拍誰就幫他PO一下 這應該不是困擾吧 這應該是福利 他都不會覺得是困擾 他從公眾以後 他都會覺得 就還滿自在的 他沒什麼改變 因為我覺得 台灣吧 台灣人吧 本來就很友善啦 就是認出你 他不會影響 你不會真的去 對你做些什麼 之類的 對 然後我本來就 個性剛好是這樣 因為 我們常常跟他開玩笑 就是現在這樣子 我要做壞事也不能做啊 走到哪都認得出來 然後去哪一個物 我們有一次在外面過夜 然後 那一間 呃 旅宿業者 他就來密我們 他就知道我們去 他就知道我們有去 然後我們就有嚇到一下 怎麼感覺太沒隱私了 很恐怖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我要講的是 我 我本來就不會去 就是 有太多想法的人 就是 真的是選手 就是 練 有的練 然後回家 有自己喜歡的事情能做 然後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這部分對我來講也沒有什麼 就是 大家都認得出你這件事情 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困擾 嗯 對啊 那追蹤大奶妹 哈哈哈哈 他追蹤大奶妹 超多 我每次看到有個大奶妹 我就想 嗯 這個小群有追蹤耶 結果有他的頭啊 哈哈哈哈 小群都不會覺得怎麼樣的嗎 他就是說是浮雲啊 人家都浮雲 看看就好 魚肚可以多一點 對啊 就是烏雲有點多 他欣賞啦 欣賞 欣賞 我想想我剛剛問什麼 就是 其實 在這個圈子打滾久了 我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其實 你 我也 我不知道這樣講有沒有麻煩到 就是 你好像不太跟這個圈子的人 有 太過於打交道 嗯 反而你都是專注在你自己身上 就是沒有特別到 比如說 我們說 比賽會場其實就算是一個 大型的健美網友聚會這樣子 可是 你也好像沒有太到去跟誰誰誰 Hand out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 跟我們個性 就我一開始講的 我們有點 社交恐懼 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很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嗯 你不是不要講健美圈 其實我們自己 的圈子也不大 就是 朋友就 那一些 然後也都 我最好的朋友 我們都很久 才會見面 嗯 然後 就真的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一部分就比較忙 對 然後 所以變得比較 然後再來我們就很懶 對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懶 有點懶 有點窄 所以我們不太會去 社交 社交 我也覺得我們也 工作上也沒有這個需要 就是需要去 對對對 就覺得 就做自己 就是懶 我們想 待在家 我們就待在家 然後 想幹嘛 然後如果有人就 OK 我們就去 對 這樣子 有點 我就說我們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 所以很多的 健美的 資訊 資訊 要靠你們 我們都很晚才知道 我們在用頂 有時候一個聚會 蛤?真的喔? 希望的資訊量就會爆炸 真的假的 哇賽 我們就 自己活在一個 自己的島嶼裡面 這樣子 一方面我們本來就 不會去挖這些事情 就是都活在自己的世界 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這圈子很亂嗎? 我覺得任何圈子都一樣 後來發現是每個圈子 就是 就是 因為我身邊的朋友 也有其他圈子的 其實我看到的是都一樣 就是不管是什麼圈子 演藝圈啊 或是我以前有跳舞 跳舞圈啊 或是說 娛樂圈 各種 然後健美圈 其實都是 人啊 人都一樣 人家朋友都跟我說 健美圈很亂 我就說我以前車圈的 人家一言不合 就直接拿槍刀 叫人家車行開槍 這個才叫亂吧 這感覺不是亂 那有點可怕 對啊 所以我們 算是這樣吧 對 然後又有一點那個 我們比較 好像也不擅長跟人家對話 對 我們都不是 那個 很有表演 或者是說 很愛溝通的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 最多就點個頭 打個招呼 就會飄走 我們會比較習慣這樣子 對 那你每次到會場 都會有一個形成你的 一個那個 暴風圈 你知道嗎 排風 欸這邊好像可以開始排隊 然後排起來 你的攤位 可能排得比其他那些 戰術上的攤位還要多 就是 自己就是一個攤位 這樣子的感覺 我就感謝大家 對啊 因為現在 畢竟是一個 算是一個大型網紅 你們有 會覺得說 來自於那種 社會大眾對你們的 期許壓力嗎 就是 粉絲會說 覺得說 有些粉絲就會 可能會說什麼 欸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樣之類的 我覺得在表態上會 就是 我們就盡量 不對時事表態 因為有時候 一表態 那個 思想跟你不一樣的人 他們就會 好怪 對對對 所以我們就 發現這些事情 就覺得 除了 就是像政治 我們不會去聊嘛 那時事我們不表態 也不要去說是與非 就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 因為會 我們就發現 我們講出來的話 他們會有這麼大的感受 所以就 我的話 我就是選擇不講 他本來就 比較活在自己的世界 他也不會去 po自己的想法 我 就是真的講真的 像政治啊 或是真的其他 因為我平常很少看YouTube 我自己拍YouTube 我很少看 然後我很少用 那些 我也沒有看電影 什麼的 所以我真的比較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後 所以很多時候是 我真的不懂 那不懂 我就覺得不用去講 對 那你剛剛講的 我以為是 像是比賽的壓力 大家會有期望 什麼的 那 我之前比較會 就是覺得大家都在看 然後 不希望 因為我自己輸了 就沒有關係 但是很多人的期望 是放在我身上 希望我可以 有好成績 那我之前會 也會給自己一些壓力 對 但是現在就比較不會 因為我會發現 不管輸或是贏 都是一時的 就你沒有辦法 在這一生中 你永遠都是贏的 那相對的 你也不會都是輸的 所以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 過程 那 我只是 我發現大家看的 有時候也不是要我贏而已 但是喜歡的是 我輸的過程 或是我正在贏的過程 那我覺得 我就很真實的 把我現在遭遇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 就好了 也許 我可能這輩子 我都上不了奧賽 但是我這輩子 我都很努力的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 那也是一個 很棒的一個 體驗 體驗跟呈現給大家的 一個樣子 就是真實的我 那我覺得 當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沒有什麼壓力 反正我就做到最好 那真的沒有就沒有關係 回覆這麼多過往的粉絲當中 你有最印象深刻 幫助粉絲改變他人生的 其中一個故事嗎 可以分享一下 我記性真的很差 但是真的 還蠻多我看的都很感動 那原則上他們都是講說 就是看了我的影片 然後 他們是很真誠的 那包括剛剛來的路上 我才收到兩個影片 然後一個影片 大概都一分鐘 然後是一個馬來西亞的粉絲 然後他是 就我就直接講這個好了 就剛剛而已 他就是說 他就是在兩年前 他就那個時候 就問了我很多 健身跟飲食的問題 然後我都有給他回饋 然後還有包括他中間 有問我一些 我是不是 就是他有一點點可能在 我是覺得他有點不喜歡我 因為他那個那句話是在講 因為我曾經PO過 因為我剛剛才網上滑 因為他跟我講很多 錄了兩個影片給我很感動 網上滑我看我之前跟他講的什麼 他曾經有發了一個影片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的腿很肥 沒有線條 可是也許對一般有健身人來講 已經是很不錯了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線動很隨便打 就是沒有線條的雞腿 那他那個時候他就特別跟我講說 說我很怎樣 他說一個詞 我忘記那個詞是什麼 我就說是什麼意思 他就是說 就是你明明就有東西 但你故意說沒有 假裝好像很謙虛 但是這樣讓人家看得是不太舒服的 那我就跟他解釋我沒有那個意思 那我這樣講了講之後 反正我是剛剛看到那一段 但是他後面是中間都沒有回我 兩年過去了 然後他跟我錄了兩個影片 給我是跟我說 他昨天比完他人生的第一場比賽 然後他要講的是他很謝謝我 然後當初願意給他一些建議 然後恢復他 然後他自己昨天比完賽 雖然成績第四名 就是沒有到最好 但是他就是很謝謝我 這樣子 我自己看完就是覺得 我其實蠻常收到這樣子的訊息 那我每一次我都會覺得很窩心 然後就覺得自己就在做對的事情 這就是你前面所謂 所找到自己的存在價值 對 對不對 真的很偉大 而且就是真的是要 我覺得要跟他們互動 我才可以接收到這樣的資訊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 我都沒有在理他們的人的話 我會一直在做自己不確定 也許大家都一直在講有影響 但我自己不確定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這些事情 那他是很直接的 就你就看到一個人 就這樣跟你講話 然後就會覺得很感動 那兩位對於現今建美圈 建美產業的個人觀點啊 還有想要給這些 在從事建美行業的人一些 有什麼樣的自媒體建議嗎 因為其實會問這一題是因為 很多很多選手都是為了 想要經營自媒體想要變得跟你一樣 所以他們可能會想要去挑戰比賽啊 挑戰拿卡啊等等的 然後覺得可能拿了卡之後就會有這樣子的 效應 可能可以開始變得像你一樣這樣子 對 但這方面你會有什麼樣的見解跟建議嗎 畢竟你從19年做到現在了 這樣 我覺得我給的建議都很廢欸 哈哈哈哈 但是因為我自己做的方式就是 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就是做我自己 然後分享我想要分享的東西 那你剛剛提到比賽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不是不可能成真 就是你很努力的往建美圈發展 然後去比賽 但是現在的門檻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嗯 就是我們那時候比較早期 而且還沒有那麼多人比賽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拿到職業卡 可能真的是相對少數 就算是在台灣或是在整個亞洲區 都是很少數的 對那現在的職業卡真的是發的比較多 那我會覺得 如果說你很認真地經營自己 老舊你一出來你比賽 結果你就上了奧賽 你就拿了第三名 如果你有這個條件 你一定也會 你絕對是超越我的 所以我覺得這條路他是對的 可是那個成就 那個已經是不一樣了 如果你做到跟我幾年前一樣的事情的話 那因為現在大家都已經在這條線上了 他已經是不能拿來這樣子比你了 但是如果你成就更高 比賽成績更好 像明杰 你看他拿了奧賽的那個門檻 我就覺得很棒 那如果說他今年的成績就更好 那就一定是會更爆炸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不會不行 但是不要迷失自己 就是不要說你做這些事情是為了這個 因為我常常問問自己說 其實我當初可能分享或是比賽 其實我為的都不是有現在這個狀態 因為這個樣子不是我喜歡的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喜歡在公眾 或是被人家拿攝影機這樣罩著 會有那個 那個就是 鏡頭恐懼症 有一點 現在比較不會了 現在就習慣了 但以前真的會 所以可是慢慢走到這裡 我覺得那個不是一個有目的性的 因為你當有目的性 你就會開始會覺得 短時間你就會一直覺得自己哪裡做不夠好 那你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他一年沒做到 那然後呢 你很容易就放棄了 所以你反而是 你這件事情是你真的熱愛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健美我可以比一輩子 就算輸了 我還是會比 那這樣子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熱情 我覺得你就去做 那就算最後的回饋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就是一個燃燒自己 然後你熱愛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那也是一種成就 那小H呢 就是一定也有很多就是類似的 健美情侶健身情侶 你會怎麼樣想要建議說 假設他的另外一半 男朋友也是在比健美比賽 就是身為一個 另外一半 對要怎麼樣去support 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 還是可以不用support 想support就什麼 對啊 我覺得有些女生 就是不一定他真的會 喜歡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有些女生像我就是 比較嫁機隨機 我就在他旁邊當小跟班 跟屁毛毛蟲這樣子 我是蠻喜歡的 所以有些 我發現 我有時候也會收到一些事情 他們會問說 就是要怎麼樣 學會這些事情 包括幫他化妝 或是舞台的東西 我都說 因為我就 其實我也沒有說 就是去研究 我就是因為我還蠻 蠻享受在這個過程 所以我就慢慢的就會了 所以 如果你真的心裡不想做 也不要勉強 就是 你就讓你男朋友 或是另外一半 自己去努力就好了 對啊 這個也很難 有一個方針 或是可以付錢叫我們話 現在很多專業團隊 對 怎麼突然開始工商 對 開玩笑了 開玩笑了 對啊 真的就是 其實看了很多 在健美比賽的那些情侶 其實我都覺得 有另外一半的支持都很偉大 真的 我覺得有做到陪伴 其實就已經 就很好了 非常好 因為健美選手其實老實說 就是整個過程 另一半能講實在的 就是只有最後一個 就是他剛剛講的 他幫我做好 裝容的一切 可是 訓練是你自己 能幫的很少 飲食也是你自己 然後 睡眠休息也是你自己 然後 作息也是你自己安排 所以 有時候真的是比較 我自己就是比較 低落的時候 其實 真的是陪伴 就是很簡單的 不用太多簡單的幾句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 在人低落的時候 那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對 我們可以來 聊幾個QA問題 好 我想 有一個網友問說 就是 請問是如何 開始交往 以及認定對方是結婚對象的 交給你了 某一個跨年 天雷溝動地火 沒有啦 就是 交往 交往的時機點 應該就是 兩個人有點現成 就是因為我們 是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 沒有那個 慢慢試探的這個過程 我們就是 有點一拍即合 就是 在 在某一個他 就我們都單身的情況下 然後 朋友的聚餐 然後我們 因為 兩個人都單身 所以有了一點點 兩個人獨處的時間 或是說 後來有 約出來吃飯 就發現 兩個人蠻對 就是頻率 對 是 是 有交會的 然後就 就 我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還很常講說 就我們很像那個 就高中談戀愛的感覺 因為 畢竟這個大學啊 或者是說 出社會之後 我們有很多 遇到 其他異性的過程 但是 我們兩個就很像兩顆磁鐵 一靠近就直接吸在一起 就是完全沒有 我要怎麼講 就是你不會有任何疑問 就是 你會覺得 就要在一起了 我們就在一起了 這樣大家懂嗎 我大概 我大概 我大概懂那個意思 因為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那個男生 他到底有沒有要理我 或者說 他為什麼不回我 那他就沒那麼喜歡你 所以 你們才不會 兩顆磁鐵才不會吸在一起 但我們兩個當初就是 就是 算是很快的 就知道對方 很適合自己 就本來就認識 然後 互相有好感 然後其實 對 很快的我們就 在一起 對 那也不是什麼 就是特別 沒有什麼煙火 激烈的火花之類的 反而是很自然的就 對 我覺得像我前面 觀念很近啊 三觀很近 有告白嗎 有 他有說一些很奇怪的話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一般人會說 我們在一起好不好 但他不是說這個 他就是說 他就說你的手給我 我說 喔 我就給他 然後他就說 就是 嗯 他就說 我知道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你也很清楚我是怎樣的人 那 你有講那麼多啊 有 他講了一大堆 他臉紅了耶 然後 然後他就是 說那個 你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都相信 你願意相信我嗎 他就講這種 你願意嫁給我嗎 他就問 他就說你願意相信我嗎 然後我就 不知道我要回什麼 我那時候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問 那這是要在一起嗎 那反而我就回他相信 結果我後來再問他說 我們這樣是在一起嗎 他才說 是啊 原來那天就是在一起 這樣子 可是他的問法 不是那麼公版式的 小也許是巨蟹座的嘛 對不對 大也許是水瓶座的 水瓶座 很妙的搭配 這配在一起 因為水瓶應該是一個很 活在自己世界裡面 是啊 古靈驚怪 可是巨蟹應該是那種 很缺乏安全感的那種 對 會需要另外一半 長期在身邊 對對對 好 怎麼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最酷的地方 就是他超會給安全感的 因為我的確是很缺乏安全感 但是他就是可以讓你就是 不會擔心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沒有給不足安全感這件事 只有你想不想給 那自己當然需要安全感那一方 也要自己去思考啦 這種東西不是無限的 就是別人沒辦法一直給你 但是他就是 他的為人 就是乾乾淨淨 他也沒有辦法讓我去 多感覺到我沒有安全感 最終大奶妹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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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終於發現 為什麼可以追蹤那麼多了 所以我也要這樣 對 因為這個算是 我其實前面也有生氣過 我說你也太誇張了吧 我 我點開 我就是點開 然後他就這樣整排 然後 我就還想說他不會是有沒有生病 怎麼會需要那麼多 但是後來就發現他就是 好 男生嘛 就有時候會想看這些東西 好像也是很正常的 都不看好像也怪怪的 我就釋懷了 我覺得這是個本能反應吧 但有些我還是會很納悶 這個你怎麼也可以 一定有些地方可以 他一定有傲人的地方 他就是有些地方他OK 就是本能你就會覺得可以 這可以值得我的追蹤 對 對 想請問 H夫妻為什麼能一直給人能量的感覺 能量 這個好難 對啊 因為我們就是 也沒有一直要刻意給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他們做自己啊 自然而然 我們就是 對啊 或者是我們真的比較常在發 因為我們很常在拍 我就很喜歡拍 我們的生活過程 有些剛好多拍 就多可以get到一些 抓到一些比較珍貴的畫面 那我們把它分享出來 好像就可以讓一些人喜歡 或是他們覺得這個過程很有愛這樣子 應該是 就這樣子吧 只要生一個小朋友 然後多發小朋友 就會很有愛 這題是彥文問的 彥文 請問彥文古典有戲嗎 有 絕對有 你覺得他今年會拿卡嗎 我早就覺得他要拿 一定會拿吧 但是就是 早晚而已 他就是狀態做好 然後再灑一點運氣 就用了 因為有時候比賽真的講實在 是運氣問題 那他是有實力的人 然後 他是 古典感很重的人 就是他就是生來就是要比 古典感 對他就是 所以我第一次看他比賽 我就覺得就是了 他只是把 那個 點數都點去 點力量 沒有點 他都點在古典的天賦上 結果幸運就是 忘記點了 然後再灑一點幸運 對 我覺得他是 準備好的人 就是時間問題而已 跟王翔一樣 他們都是有實力的人 那為什麼 比了那麼久 有時候就是真的 運氣 尤其是健美 他也比較主觀 然後 對啊 就是 我就是運氣很好 我雖然是那個時候 對啊 我到現在想還是覺得 我現在回去看我那時候的狀態 還是覺得我運氣很好 他到現在都還會講 他如果現在去比 覺得拿不到 就現在要去拿考 我可能拿不到 對 而且尤其現在愛好 我發現那個 自然健美的選手特別多 你說 台灣嗎 對台灣 是台灣 台灣有變多 台灣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 像美國那些可能 真的是自然健美的小眾 不會理你 因為健身房都賣藥 因為健身房都賣藥 我們那時候去英國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嗎就是 跟我叫明天你就可以拿 這樣子 對台都在賣藥 這樣子 哇賽 台灣我覺得 還蠻多 就是 自然健美這一塊 還蠻多人 願意參與 對 對對對 還有一個粉絲問說 目前還有教學嗎 教學 就是線上 資訊你就可以得到回覆 是不是 對對對 佛系手 好 那 我剛剛還沒問完就是 怎麼樣認定對方 是結婚對象的 哪一個moment 就是沒有 沒有惡習啊 沒有惡習 然後他 嗯 我想想 好像是他 要挑列出來 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在相處的時候 你一定就是喜歡這個人 嗯 那喜歡這個人 然後又相處了很久 然後你就會開始想 他會不會是你想要走一輩子的人 快樂 我覺得當時有這種感覺 快樂 就 都有這種感覺的話 對 雙方都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就是 就是可以結婚的時機 嗯 對 你們是有先有共識 然後先討論好說 未來可能會結婚 然後你才開始準備求婚 還是你就突然的炸求婚這樣子 一定是我覺得就是 我們相處了一陣子 我們在一起好幾年 然後 包括中間我們就想要有小朋友 然後會想要組織一個家庭 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就已經覺得 一定會結婚啦 嗯 嗯 就是只有結婚這條路 對 那再來就是時間問題 那時候在比賽 所以我拖了一下 拖了有點久 真的趕快趕快 然後終於 因為求婚也不能隨便求 那個也有一個心壓在那裡 那真的有讓他等一下 那最後就是 好險還是有 球還算順利這樣子 嗯 對啊 好 我們的QA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到一個結尾的地方啦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我們節目聊天 兩位是我們第一季的最後一集 重量級來賓這樣子 對 沒錯 喔 其實我們當初是 想說剛開始這個節目的時候 第一集邀請你們來這樣子 真的喔 對啊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想說 多做一點準備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訪問技巧沒有那麼好 想說找你們來 可能會沒有辦法訪到全部這樣子 是喔 我覺得聽起來超強的欸 對啊 像我有比較常跟Hank接觸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 你其實 嗯 蠻會問然後蠻有料的 很有邏輯 就是很有邏輯 邏輯很強 嗯 你我比較特...就是 有驚喜 不要沒有料 不是 彩蛋 因為你平常我們見面 我們都是沒有什麼對話啊 沒有對話啊 安安靜靜的啊 我以為你跟我很像啊 就是不會講話的人 哈哈哈哈 結果他會講 但是我其實說真的 在會場碰到 因為我知道大家 我也在忙碌 你也在忙碌 所以我就是想說 不要打擾太多 就是有空再聊 還有粉絲要服務 你的溫柔 但是我覺得 就是這樣才有經驗 因為我 我一開始想 你不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應該也是那種 職人默默的 畫不多 然後幫人家很專業的 化妝 然後弄好這一切 就這樣子 但其實我那時候一聽 很驚喜 然後就會去看 就是你 哇賽 也是邏輯超清楚 然後也超會問 然後應答什麼都很棒 就很適合當主持人這種感覺 你最喜歡我們哪一集 哪一集喔 其實你們的集數還沒有到 那麼多嘛 對 對啊 我印象比較深刻 那一集不錯 也不錯 對 那個挖洞給他跳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吧 泰哥那一集啊 對 其實各種我覺得 因為我算是也是 都聽了吧 嗯 對就是 應答都 謝謝 都很流暢 真的真的真的 我可以從一個粉絲 變成一個訪問者訪你 我也覺得 這段過程真的很奇妙 我也是 沒有 真的是 因為這個 我要講的是 這件事情就是我做不來的 就像我的YouTube 為什麼我們很少 有來賓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他很不喜歡當主持人 我就是做不到 我就是 太難了 我就是有試過 然後就覺得 算了 我就拍我自己 我反正我自己講什麼都可以 但你當別人來賓就是很自在 他很可以 因為當別人來賓OK啊 因為就是你們在主導嘛 我跟著你們走 你們問我問題 但是 我很不會問問題 因為我 我就是一個不太會喜歡去挖別的事情的人 所以我也不太會問問題 所以就變得是有時候 就算問的會問的很無聊 然後整個 我就會 然後一無聊 我就會覺得我在幹嘛 然後就跳出來 然後就覺得 聯文出教 然後就不知道怎麼繼續 然後 但是他叫我要練習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 我就是沒有這一塊的天分 演講也是 演講也是 我演講也不行 他演講他喜歡人家 從頭到尾去的 對 他如果一個人要講很久 他就會出竅 對 不會打劫 但是已經好很多了啦 從以前這樣過來的話 已經進步很多